尊敬的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许言部及外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 外交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中区市长陈振泉高级政务市长 白沙榜儿继选区国会议员在那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文化参战肖江华先生 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代表谢法达先生 新加坡理工学院的院长兼总裁陈振祥先生 人民社会装艺大游行及白胜艺术自行理事长 蓝瑞鑫先生 艺术总会的会长何嘉良博士 各位今天的嘉宾大家下午好好 谢谢 为庆祝国庆日也为普及艺术到民间 更生美术研究会 以新加坡理工学院联办国庆书画展2013 成功举行 展出成功的举行 首先我们要感谢全体工委会成员 努力不懈发挥团队的精神 不辞劳苦的工作态度 当然也要感谢各赞助商的慷慨捐助 同时充心的感谢副海院部长 在百忙之中呢 不容出席为画展主持开幕 以及各界人士的热烈光临支持 这是画展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国艺术要健全的发展 我有一句肺腑之言 也许是我个人的意见 就是传媒的协助宣传 至为重要 特别是电视台的宣传 协助推广作用更大 尤其是新闻节目 应该多加报导美术活动 如此多管齐下方人水道绝成 如果只单靠艺术团体的努力 力量是非常围薄的 人民社会在推广我国艺术活动 费尽心思 积极的推广的精神呢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也是我们应该可以大力的支持这项活动 谢谢大家 并祝大家 国庆日快乐 国泰民安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很荣幸的 这个展出活动呢 邀请到副法院部长 与陈振权高级政务次长的 提供这个书法参与展展展展 增强了我们展出的阵容 谢谢他们的参与 谢谢 谢谢 minister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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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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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